我就是小朋友还不到一岁多 我被查出了那个系统信红斑狼疮 就全球二十大重大疾病之一 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和怀孕什么有关系吗 嗯 一个是情绪的压力 精神压力 还有一个就是跟当时的营养状况也有关系 确实是太难过了 对 就是我被通知得这个病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我 然后我没有办法 嗯 我就带着我的小孩又投奔了 妈妈 回到深圳了又 对 他放弃了你 那个时候就是激素和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 人也胖 整个就人 人就是整个人都不成形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 他这个病就是不能受累 不能受气 还不能够见太阳 有一次他丈夫打电话来就给他说 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正在外面开会 在路上 我妹妹就说 你快点回来吧 照片儿那个鼻子在喷血 那血是喷出来的 他吓得等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我就说你赶快打救护车吗 我就这边就送他上医院 那一个直楼里面全部是洗 擦下了些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作为母亲无力啊 真的不知怎么帮他 然后看到他躲在一边哭的时候 他在里面哭 我在外面哭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嘛 私自会的伙伴们 就是私友们知道了 就开始除了一点钱就送他去北京 做洗浆指换 然后那一次就是几万 一次就是几万 这样的 对 然后后来就慢慢他就稳定了 他一天只要吃半克激素了 就是最好的状况了 到现在呢 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中间又复发过一次 没办法又去到医院动手术 这一次就是大手术 关于肾脏的手术 这个红帮狼窗也会伤害到肾脏 很严重 就是医生说还好你来的比较及时 你如果再耽误耽误 有可能就去偷洗吧 就是尿毒类 现在是肾脏什么 四行 从斑蓝窗肾脏四行 所以比较复杂的那种 那怎么治呢 就是每天靠药物控制现在 真没想到这么漂亮的贝尔 会有这么心酸的这个历程啊 但是这几年我也学会了很多 就是感觉什么靠自己比较稳一点 然后我也想 妈妈年纪这么大了 也不可能一直就是照顾我 照顾我的小宝宝 我也想赶紧就是坚强起来 然后能够撑起家 然后把家的这个重担接过来 其实贝尔也一直在 尽自己所能照顾妈妈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